周杰伦到福建福州开演唱会 有歌迷请了两天假 特地从浙江去朝圣 结果看完演唱会 反而一肚子火 最贵的一张票将近新台币5500 不止周杰伦的演唱会 林俊杰 梁静茹在对岸的演唱会 都曾经发生过类似争议 像是这位歌迷花了新台币4300多块 结果一根大柱子挡在眼前 只能欲哭无泪 专家认为售票系统并未明确告知消费者 哪些座位会有事件盲区 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可能都不如人家700900块钱的票 起码人家是可以看清楚大屏幕 但是我们是连屏幕连人全部都看不到 不只是我一个人遇到的 有五六百个人全部都是这种情况 参加演唱会 不只出现柱子票 有些表演内容甚至有灌水嫌疑 像是这场演唱会 原本说好有三位歌手登场 结果歌迷发现 上台的多半是业余乐队 说好演唱时间135分钟 但三位歌手只唱80分钟 而且演出时 设备频频出问题 让歌迷大失所望 争议发生后 有些歌迷能退票成功 但有些人即使提早退票 也得承担高达几百 甚至几千块人民币的手续费 种种不合理现象 大陆当局将加以整顿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